关于热巴怀孕的讨论已经持续数月 因其本人一直未说出单身未孕 四个大字流言不断 2月25日消失两个月后 热巴现身机场推大件行李引发热议 话题讨论度迅速破译 热巴把自己捂得很严实 帽子 墨镜 口罩一个都不少 看不到脸部状态 无法判断是胖了还是瘦了 不过他这次的造型比较给力 完全没有要遮掩肚子的意思 算是正面回应怀孕风波 一身短款面包腹加牛仔裤 简单利落 特别显身材 侧面看 身形修长 小腹平坦 上下形成了一条直线 腿又长又细 萝卜裤穿出了阔腿的效果 当然 其他角度上半身还是有点胖 这或许跟面包腹蓬松的设计有关 仔细看 从胸部到腰腹部有一个弧线 只是高度落点 并不在腰腹位置 更靠近胸部 腰腹部还是比较细 从下车的照片中 能够看出热巴的姿势很大气 动作也很敏捷 没有要助力帮扶 或者借助车门等外力 在推行李的视频中 更能感受到热巴的活力 他走路如风 跟上一次慢悠悠的机场风格完全不同 还再次上演怪力少女 一人推了满满当当的大行李 看起来相当轻松 而跟在一旁的助力 只是走路都看着慌慌张张 说起来 热巴最初被传怀孕 就是跟机场造型有关 当时 热巴已经有六七个月没有禁组 公开活动也少 一露面就穿了件巨雍种的大衣 身形宽大 被指出一次小幅突出 再加上行走的姿势不自然 仿佛有了身孕一样 小心翼翼 而后 随着热巴房一系列粘糊的澄清 让事件热度逐步升级 每回有新无料出现 大伙不自觉就会盯着他的肚子看 只要稍微有点突起 就认为是怀孕了 形成了一种循环 粉丝看到热巴露面开心极了 觉得终于搭两了黑子 并称接下来的三月将是快乐的三月 形成满满 首先 会先在二月底拍摄杂志 其次会在三月初参加品牌线下活动 接着可能还会有晚会活动 及禁足等大事 会看到不少新鲜的热巴 热巴形成恢复正常 说明他的身材已经不需要遮掩 那很可能怀孕传闻就是乌龙 众多网友看到热巴的动态 觉得他是一个高手 这种回应还是模棱两可 没有说清具体情况 如果真的想要澄清 可以穿收腰身或者贴身的外套 而不是这种似是非是 质疑他借着话题 顺势而为拿着肚子炒作 网友和粉丝都被利用了 在将近大半年的时间里 当红女星减少露面行为 本身就很奇怪 热巴后续的操作 也没有纠正大家的质疑猜测 所以导致事件变得离奇 希望明星在私人事件上的回应 还是有事说事 单身未孕并不烫嘴 否则类似的剧情还会继续上演 另外 一月热巴被曝光 国外工作知情人称黄景瑜也陪通 所以行程连粉丝都不知道 如今公开在机场露面 看来是有意曝光了 毕竟明星想要隐瞒行程 还是能轻易做到的 迪丽热巴成名后越来越美 看她出道十年的成绩 是花瓶吗 美女演员迪丽热巴 一位典型的新疆漂亮姑娘 大眼睛高鼻梁 让人一眼难忘 她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 在2011年主演首部电视剧《阿纳尔罕》 但是并没有引起太多关注 直到2013年的古装神魔剧《古剑奇谈》 热巴在剧中扮演扶去一角 虽然造型不是很理想 但是依然掩盖不住高颜值的光芒 该剧热播后 很多观众也开始关注这位大眼美女 又经过了几年努力 迪丽热巴在2017年终于有了不菲的成绩 她出演了漂亮的李慧珍 和《三生三世十里桃花》两部热剧 凭借李慧珍和《凤九》这两个角色 人气飞速上升 演技也日渐成熟 终于在2019年的古装剧《三生三世枕上书》中 迪丽热巴再次扮演白凤九一角 不同的是 这次的白凤九是女主角 随着该剧的热播 迪丽热巴洗粉无数 成为名副其实的一线女性 成名后的迪丽热巴 粉丝们亲切地称她为胖敌 但她并不是真的胖 只能说是稍稍丰满 属于微胖女神的类型 这点大家看她穿裙子就知道了 不同类型的裙子 在热巴身上都能体现出气质脱俗的美感 很明显 迪丽热巴在成名之后是越来越美 有一些网友说她是花瓶 人虽美 演技却很普通 在这小编倒是有不同看法 这只是小编个人看法 不知道大家怎么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